- 凌晨五點,典獄長加重的電話再一次響起 這一次破掉的不是天花板,也不是牆壁上方的鐵窗 是XX出大事了,白鳥是用手 白鳥被以臺狼罪逮捕,儘管白鳥聲稱自己是正當防衛,但是法院還是判決了他 走停,白鳥非常不甘心,他為了抗議,他決定連北再幹也不要搭的 不過這一次預防可以說是準備的非常周到 全日本最強越獄王,來到了我們這裡 我們怎麼可以不隆重接待呢?你說是不是? 於是預防準備了24小時監視的超強監控 兩人一組,兩人都配有可以 BANG BANG BANG的東西 而且兩個小時輪班以時,確保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可以非常好好的鑽住在他身上 另外還定時檢查門,檢查天花板,檢查天窗,檢查鐵欄杆等等的設施 而且定期把這些東西給加強加固 為了就是讓你這個人真正的插刺眼南飛 一直長瀛都非不出去了 最後還把一個警衛直接跟關在一起 24小時黏大大部分離 對於白鳥 每天一次收車,每天一次查房是非常基本 而且每一個禮拜只有一次可以洗澡的機會 只有這次機會可以走出單人牢房 才能講成單人病房 而且洗澡之後四個看守所的人員全程偷看 不是全程監看 不用偷看了 全程正大光明的偷 欸 監看 他奶的正在捏 反正這一次 玉芳可以說是隆重的款待了白鳥 準備的非常周全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在他們的眼下逃走 然而 玉芳為他準備的這些大禮 對他來說 都只是浮雲 生一般的男人就是生一般的男人 1947年4月1號 凌晨5點 典獄長加通的電話 再一次響起 跑了 飛了 白鳥不見了 典獄長立刻趕到了監獄 眼前的螢幕令所有人驚骸萬分 這一次 破掉的不是天花板上面的那個鐵窗 也不是牆壁上方的鐵窗 更不是牢房的大 大鋼 鐵門 都不是 這一次 是地板出大事了 地板被鋸掉了一個 寬約50公分左右的空間 後面經過了預防的仔細調查 推測 白鳥是用手 和一個不曉得他從哪裡搞到的 鐵器 從被子下方的木板呢 開始慢慢的挖 慢慢的挖 然後呢 他再把吃飯的那些飯粒 跟灰混到那個被挖出來的地方 把它鋪平 藉此呢 每當預防檢查這個牢房的時候 就會發現 欸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 那當看守人羽們走掉之後呢 他又再繼續的把它拿出來挖 就這樣子 他靠著超乎常人的耐心 跟超乎常人的技術 再一次第四次的越獄成功 這一次 鐵獄長看到了這裡 難難的說了 真是個人才呀 哇靠 這個時候 鐵獄長也是去淡嘆別人了 哈哈 不過真的 讓墓金哥來說 我真的也只有佩服他 我真的給您櫃啦 我家人問我為什麼要櫃子拍片啊 因為這個人真的是神啊 好啦 十位過後 1948年1月19號 白鳥來到了秦四町 反正是日本的一個地方 他遇到了一個盤查的警員 那警員呢 也沒發現他 不過白鳥發現這個警察 欸人好像蠻不錯的 就跟他聊了一下 那甚至白鳥還問了警察 欸有煙嗎 來一根兒 抽一下 在那個時候呢 煙啊還算是貴重物品 不過 欸警察他有 而且呢 還非常好的 賞他了一根 應該說給他一根哈 那沒有想到白鳥抽煙很開心就算了 他說這個人可能是腦筋突然斷了一根 還是怎麼樣 莫名其妙他一開心起來 就直接自首了 他 滿意的抽完鹽之後呢 說了 啊 林北就是去年從那個 招謊監獄裡面跑出來的白鳥啦 他是覺得回到監獄 就像是回到家一樣是不是 為什麼要莫名其妙自首呢 還是說他覺得 這個地方是我家廚房啊 反正我要進去就進去 要出來就出來 隨這邊給你關一下 給你個業績 啊也無所謂 難不成真的是這樣嗎 反正那個警察又聽到 白鳥 被嚇傻了 在一陣驚慌 和緊張 和恐懼中 他成功的壓著白鳥 回去警局 然後 報案 逮捕 回案 然後後面 警方呢就問他 你為什麼又自首了咧 他說 我看他人不錯還給我一根抽 啊我就爽我就自首啦 哈哈 好了四個月後 白鳥又再一次的站在了法庭之上 後面呢翻案 之前不小心失手 呃啊 刮鬧的那個案件呢 被認定為正當防衛 所以呢取消 方便 改判為有期同行20年 1948年8.6號 白鳥帶上特製的手銬跟腳樓 在很多人員的看護之下呢 來到了 東京府中監獄 府中監獄的點獄長 看到了白鳥之後呢發現 其實這個人也沒有看起來那麼兇惡嘛 那他也想到了 硬的不行 我軟的試試看 我那裡很軟我用軟的地方試試看 呃我是說就是以底相待啦 這次呢真的是以底相待了 於是 點獄長吩咐了 來呢 把白鳥的手銬跟腳樓 取下吧 洗澡什麼的 也不用受控制啦 甚至呢 監獄裡面的運動會和相撲比賽 白鳥呢也被允許參加 甚至甚至甚至 點獄長還會找白鳥探險 就像是個朋友一般 所有的預警 點獄長 所有的人都十分的尊重他 就算怕他一個不爽又飛走了 那 最特別的男人就是最特別的男人 這一次呢 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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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啊 就是有時候運動會和相撲比賽的地方啊 兩公尺高的牆翻出去之後 就是外面的世界了 儘管對他來說 這間監獄是最容易越獄的一間監獄了 不過二十年的期間 他就是沒有飛出去 儘管他可以很輕鬆的飛出去 他依然在鳥籠裡面好好的待著 1961年12月21號 白鳥猶榮以榮譽犯人的身份 假釋出獄 兩年之後正式回歸了這個社會 剩下的日子 白鳥也是沒有在做其他的壞事情 安穩的度過了他的這一生 1979年2月24號 白鳥猶榮在三井紀念醫院 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這71年的人生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精彩 充滿傳奇 有四個字 如果從他口中說出來 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名符其實 叫做 我是傳奇 其實我是傳奇好像是一個電影吧 忘記了 反正木槿哥腦中有這四個字 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 如果這四個字從他口中說出來 可是一點也都不違和啊 後面呢 這個日本史上最厲害的月玉王呢 他的精彩故事 也被翻拍成了電影 也被拍成了電視劇 叫做破玉 如果有想看的人 可以去把它找來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是否讓你打開眼界 也覺得非常精彩呢 希望各位可以留個言 分享一下 你聽完之後有什麼想法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墨經哥的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子墨經哥下一集的影片 你才收到收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分享分享出去 然後留給你讓我知道吧 墨經哥每天的發佈影片 我們就明天再見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